左翼又攒扶中間的藍衣男子 走到一半他卻突然手一揮 轉過身重向後方 所有人趕快緊緊抓著他 但他還是一直扭動身體叫罵 隨後手握拳狂敲後方男子的頭 兩人互相扭打 腳還抬起來踢人 只是這時他口袋裡白花花的鈔票 全部掉了出來 旁邊同行有人不止勸架 還不忘要彎腰撿錢 場面看了好氣又好笑 上個月30號新竹湖口中山路 兩名酒醉男子在大馬路上 發生肢體衝突 邊走邊打還差點跑到馬路上 只是打到一半口袋裡的錢 直接散落一地 旁邊三名朋友真的好忙 要拉開兩人勸架 還要彎腰撿錢 場面超級混亂 真的好鬧 警方尚未接獲類似報案 經檢視影片中男子 因喜酒後爭執 互相推擠傷害 本所將積極調閱周遭監視器 通知相關人員依法查辦 附近居民提到殴打的兩人 似乎互相認識 只是喝醉酒引起爭執 但他們在馬路邊打架 除了危險 也可能會影響交通安全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 錢真的要收好 TVBS新聞 陳世民 藍庭新竹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